擦粉的女人是乔治·秀拉的一幅作品 画中的这个年轻女子是秀拉的情妇 马德琳·诺布洛赫 1889年的春天 秀拉邂逅了马德琳 她是一个艺术模特 消失不久两人就开始同居了 她们的爱情关系一直是一个秘密 秀拉的家人和朋友们都不知道马德琳的身份 这幅画在1890年公开展出时 秀拉同样隐瞒了她们的关系 她只是我的模特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模特 画中女人身后的墙上 挂着一个像窗户一样的相框 里面有一瓶放在桌上的鲜花 直到2014年 伦敦科陶德美术馆的专家 使用先进的图像技术 发现画中有一幅画家本人的隐藏自画像 墙上挂着的其实是一面镜子 映照出正在做画的秀拉 据说秀拉画完后把画拿给了一个朋友 征求她的看法 这位朋友并不知道她与马德琳的情人关系 随口说道 这肖像看起来也太奇怪 太滑稽了 秀拉当场尴尬住了 为了掩饰这段不正当关系 维护自己的尊严 之后就用桌子和花覆盖了肖像 可以放心了 亲手剥夺了她唯一的一幅自画像 没错 就是唯一一幅 秀拉在完成这幅画后一年就去世了 秀拉去世后 马德琳与秀拉的母亲 为了争夺财产一度闹得很不愉快 马德琳继承了一部分画作后 切断与秀拉家人的一切联系 愉快地开启了新生活 虽然自画像美了 但人家有照片啊 科技的力量果然牛 厉害啊 嘻嘻 那可不